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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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那个毕业典礼就是早上八点开始 然后我不是第一个会说话的一个 所以大概有两个走失 所以我怕我的同学会有点无聊的 所以我想到说一些会有意思的一些题目 然后我觉得开水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开玩笑的那个话题 那是不是在中国真的会接受同学们的建议 真的会喝一些开水 是的 有每个问题都会用白开水来处理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效果最好的一次是哪一次 那肯定胃痛的时候开水也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办法 还有咳嗽和那个发烧的时候也不错的 那小龙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 王小龙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给自己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我踢足球的时候 然后一些朋友叫我Princibe 就是那个王子的那个名字 然后我的意大利名字就是跟小龙有关系 不是跟李小龙有关系 就是跟小龙有关系 就是动物是吧 对 非常的可爱 对 然后比较有意思 每次在中国有人跟我说 王小龙你跟李小龙有关系吗 没有 那其实在众多的国家当中 你为什么会选择到中国去留学呢 毕业高中以后 就是我现在 我自己觉得对语言比较感兴趣 对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中国文化和发展比较有意思 那么除此之外我想问问小龙 在中国啊 你知道歪果人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外国人吗 对 就是外国人 那么每一个外国人啊 到达了中国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被坑过的经历 好几次呀 好几次 对第一次也是在那个外国人 那个在在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韩语 一个字也不懂了 然后我第一次买一个水桶 那个这么大的一个水桶 他们让我付大概一百五十块钱 哇 然后现在我付的钱大概二十 所以现在就知道 现在去超市 怎么卖的 会淘汰回家吗 超市的时候也可以的 就是看情况的 是哪个小时 对 你也会问他们说爱便宜一点老板会这样吗 可以吗 我是先生呀 果然真的很地道 那你有没有就是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你觉得在你的行李箱里面 你最后会带了哪些东西 我一次到中国我带了很多钱金 但是到中国以后就是发现了 中国人不太用钱金了 就是搬了一个银行卡 开始用支付吧 开始用微信啊 所以那些钱金 现在还是在家里 没用过多 没用过多 对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就是来到意大利 有很多不习惯什么 带了一堆的电饭 对啊 都会有这样的带 对 所以其实就每次出国之前 就先了解一下 那其实在整个的视频当中 我也看到小龙女在讲话的时候 用了一句方言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海话 是的 你说了句什么 我说了伊拉列做啥 哇 好标准 你可以教我一下 其实我不会说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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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火了火了火了 然后我把词典查看一下 火了的意思就是fire 诶 我fire 我找我 所以有一些网络用语 对 网络用语 很难写的 小路可以交往一个网络用语吗 网络用语 我不太了解这个 但是有 有这个可以说的 比如 男票和女票 哇 很专业的词用 男票和女票 那其实说到 这个男票跟女票 我想问小龙一个问题 我也代表着我们广大的粉丝 问小龙的问题 小龙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 中国的女票 我中国的女票 有的 反正我也有一个意大利的女票 有两个女票 没有 就是一个 因为她是华音 啊 明白了 原来是一个 吓死我了 我觉得有两个 这个节目播出了 就可以了 其实本来我做这个主持人是本人 是吧 咱们俩 看来我现在的 小话已经破灭了 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啊 我继续等 没有关系 那其实现在小龙已经是正式毕业了 嗯 那有没有考虑过未来在哪工作 是在中国还是留在意大利呢 那肯定是在中国的 嗯 我很喜欢中国 也是慢慢的了解中国 嗯 然后就是 我觉得意大利也不错的 就是要欢迎每个 每个中国朋友来意大利的 但是 嗯 中国机会也挺大的 嗯 因为我们意大利和中国 合作也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希望我们 所以希望我在中国会把 嗯 意大利经历和中国经历合作 连在一起 对 连在一起 其实从很久之前 就 一带一路开始嘛 我们就是意大利跟中国 就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 对 也希望通过 嗯 你的语言 然后把两国之间的 这个感情更加的紧密 那除此之外 我还想问小龙 那其实 嗯 除了问你的感情问题 我可能想说 在意大利呢 也有很多 在这边留学的 中国的留学生 其实和你的学习经历一样 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嗯 一个新的开始 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你们一定要继续 继续 就是不要反弃的 嗯 因为如果 对继续努力 因为如果不是在中国 我学了这么 这么长时间 嗯 然后我 现在在那个 别人里也差不多 成功了 也是就是 我 我觉得我做的 还可以 还不错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们肯定 会 会 得到你们的 goal 你们的目标 对 那其实我想问小龙 你当时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 你最开始和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你第一句说的什么 应该是 那个 你的外卖道了 你的外卖道了 哇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 你的外卖道了 所以看来是 民意十位天 一定要有吃相关 对 那与此同时 现在小龙你越来越火了 嗯 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我们的小龙 小龙有什么想对你的 但是说的吗 我就是说 感谢你们的支持 这些 这段时间 我真的很开心 才发生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马上 要回去中国 嗯 所以 还有一些 surprise 会发生的 对 我觉得没准 你在回国的时候 可能在机场 就有一大批的粉丝 在那边拿着牌 笑 小龙快点 然后在那边等你了 好的 那我就是 呃 三十号岛上来 提前通过了我们小龙的行程 对 那么今天呢 和小龙在这里聊的也是非常的愉快 我们通过了聊天 也可以看到小龙真的是一个非常热情开朗 而且非常幽默的 意大利的帅气的男孩 所以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信 YouTube 意大利威视传媒 也希望大家可以 喝开水 小龙的建议喝喝开水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小龙有会唱中文歌吗 给我一个吻 可以 可以 真的好厉害 还有哪集呢 很简单的歌 嗯 中文天伦的歌听过吗 嗯 好像没有 好像有的 或者说你给我烹个砸地 那么吗 是不是太大 那个那个叫什么 嗯 青菜比 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火的 火的 就是那个 你不 那叫什么 哎呀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友善不一样 哇好厉害 这首歌会